大家好,今天加一支视频讲一下当股票暴跌的时候,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应有的心态 这不是一个心灵鸡汤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心灵鸡汤对怎么变成一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没有多大的帮助 事实上,这种股价的大直大落让人非常痛苦的经历,是任何一个价值投资者所必须经历的 这就像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就不能只是坐在自己沙发上,看怎么长跑,怎么锻炼意志的书 必须真正每天跑上十几公里,才能锻炼出自己的水平,磨炼出应有的意志 昨天有人在推特上发了这张图,纳斯达克最近几周虽然仍然在高位,但其实很多小的科技股已经从最高的位置下跌了很多 我所持有的像是Upstart跟OpenDoor,现有的价格都比我的平均买价要低 表面上看上去,这些公司一片红海 其实每家公司情况不同,有些公司基本面没有变,这种价格的下跌就只是暂时的 而有些公司就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在半年前视频的第45期已经讲过这个问题 有些公司的业务增长得益于疫情,疫情之后增长必然下跌,股价的下跌就很难避免 有些公司前景不错,但市场预期可能过于乐观 也有些公司估值一直相对比较合理,这次下跌可能提供了更好的购买机会 因此,在这种很多股票都暴跌的情况下 第一件要做的是,就是要判断自己重仓持有的股票属于哪一种情况 我们在巴菲特的最重要的一百句话里已经讲过 买任何股票之前,都要清楚地写下你买它的理由 不管价格怎么变化,都要定期看它的进展 跟自己之前购买的理由相对照 这家公司还是不是那家你之前喜欢的公司 如果公司的基本面确实变差了 或是管理层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就要及时做出调整 而如果之前持有的理由仍然成立 管理层没有问题,说到的都做到了 基本面也没有问题,未来仍然会有不错的增长 那你的判断就没有问题,不必为了股价大惊小怪 长期来看,股市对一家公司的判断通常比较准 但短期股价的变化就很不靠谱,经常出现错误 对我来讲,我仍然会把自己研究的时间 主要放在自己已经持有或是自己持续关注的那几家公司上 照常去分析他们的财报,照常去看他的行业 估计他未来的增长 在公司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股价越低就越有吸引力 因此,最近我仍然在加仓 这个星期我还会在会员区增加一两集视频 针对过去几个月留言区里关于Upstart的问题 集中的再讲解一下 问题归纳了大概二十几类 包括产品模式、管理层、经济衰退、利率的影响等等多个方面 很多内容我在之前的视频其实已经讲过了 但看大家现在的问题,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没有讲清楚 我会多花些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集中一次讲完 对于那些不想再花一小时的时间去听这些东西的会员 或是没有加入会员的朋友 我可以在这里很简单地把结论概括成一句 我对Upstart的判断没有任何变化 而且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会在未来三五年内成为市场上的主流观点 在自己投资的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 投资者最常犯的错误 就是会用股价来评判自己投资的公司 如果大幅下跌 那就一定意味着公司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市场误判的情况很多 看之前所有的历史 哪怕是最好的公司 股价短期下跌50%、80%都有可能 尤其是高科技股 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一直提醒大家 要想成为成功的投资者 必须在情感上脱离别人 包括市场和股价对自己的影响 公司的基本面一般不会快速的变化 股价之所以会在短期内大起大落 关键是买卖股票的都是人 或是人设计出来的算法 而人都是非常情绪化的 喜欢一家公司就会不断追捧 把股价推到很高的价位 市场一旦出现恐慌 很多人又会跟着卖股票 把股价打压到很低的位置 这样才出现了公司的基本面 跟股价相脱离的情况 一个公司基本面可能一直很好 但股价仍然会像过山车一样 大起大落 那么在市场恐慌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先把资金撤出 等市场稳定了之后再进入呢 我个人感觉这很难做到 因为这种市场的波动和股价的变化 只有在事后看起来 哪里是顶部哪里是底部才非常明显 当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时候 通常无法判断 自己处于这个周期的哪个点 在什么位置 还有一点 股价下跌很快 上涨也同样迅速 一家公司如果一年之内股价翻番 真正股价快速上涨的日子 可能在这一年内只有几天 错过了这几天 就会错过增长的很大部分 因此想要猜测股价最高位在哪里 最低位在哪里 通常不会有好的结果 投资之所以困难 就是因为它对人性有很多考验 投资中99%的时间花在等待上 这种等待可能是非常愉悦的 股价持续上涨 也可能是非常痛苦的 股价持续下跌 下跌是投资的必要部分 虽然看着自己的财富迅速下降 很难让人身心愉悦 但没有这个过程就很难有后面股价持续的上涨 这当然是假设对公司的判断是对的 公司基本面仍然很好的情况下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不会太过于纠缠自己短期的收益 相反 当股价暴跌的时候 我会在心里调整自己持股的收益 与其把现在股价短期下跌 看成一次挫折 我会估计持股公司未来一两年的股价 把自己的收益在自己头脑里进行调整 比如说 我估计自己的几家公司 都有很大可能 在未来一两年之内股价翻翻 这种调整对我的心态会很有帮助 而如果不能承受股价持续下跌带来的压力 感觉压力很大 那就不如直接买大盘指数 长期的收益也会非常不错 生活中美好的事情很多 美国股市场值得投资 能给你长期带来财富的公司也有很多 大可不必为了一时的股价起伏 让自己心情不愉快 严冬的时节不如想象一下 即将到来的樱花盛开的景象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祝大家开心 健康 谢谢